大家好,这里是PTE Study,真题讲解RO部分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第42道题,我们来看题目 这道题总共只有4句话,我们来从第一句话开始判断 第一句话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到了 但是储存食物对于非粮食生产专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当然对于整个城镇的专家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 第一句话一上来就有一个but,转折性词语 我们就可以判断了这句话肯定不是首句了 然后它对什么很重要呢,储存食物 储存食物对于非粮食生产专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该句提到了一个词组,非粮食生产专家 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句话 因此hents 因此呢游牧狩猎采集社会很少或者没有这样的专职专家 他们呢首先出现在定居社会 no such full time specialists 这个呢其实是统一替换的这个次数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呢应该是前后的关系 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三句 定居生活的一个结果是 它允许一个人储存多余的食物 因为如果一个人不待在附近看守储存的食物 储存将毫无意义 这句话呢它其实看起来内容是相对比较独立的 没有任何的一个纸代性的词 所以说这句话我们呢可以把它占定为手续 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这句话的意思上来讲呢 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不能总是待在一个地方的话 那么储存食物对他来讲呢将是没有意义的 再看最后一句 最后一句说 因此尽管一些游牧狩猎采集者可能偶尔会在几天内收获超过他们所能消费的食物 但这样的大丰收对他们来说用处不大 因为他们无法保护他们 所以说一看肯定不是手续了 hunter gather 就是说游牧狩猎人呢 他们呢是怎么样子的呢 就是有的时候会大丰收 但是大丰收对他们来说用处不大 digital use跟pointless 其实呢是相关联的 或者说是同一题话 所以说这个so应该是在我们的手续之后 大致的顺序应该是这样子 我们来排一下 第一句话 非常独立的一句话 这句话是没有争议的 我们可以把它放作手续 接下来第二句话 第三句话 这篇文章总的来说呢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来把它顺序再捋一遍 从第一句话开始 第一句话一开始的时候呢 就说到了定居生活的结果 就是允许储存食物 因为如果人不能在附近储存食物的话呢 储存食物 储存食物将是对他来说没有意义的 如果他不能在储存食物的附近的话 所以 所以对于一些游牧采集者 狩猎采集者来说呢 在几天内收获超过他们所能消费的食物 但是这样的大丰富对于他们来说意义不大 意义不大呢 和这个pointless 其实是像同一题换 但是 转折 但是储存食物对谁很重要呢 对于非粮食生产专家很重要 非粮食生产专家又是什么呢 那就是专职专家 这两个呢 也是同一题换 所以说这个就是本文中的一个排排序 好了 谢谢大家 这篇文章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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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篇文章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点